Hello 大家好 网剧《白色月光》虽然只有12集 但是却给我们展现了一个真实的婚姻故事 另外也向我们传递了正确的世界观 在这部剧里 宋家饰演的张一 察觉到自己的丈夫张欣有出轨的嫌疑 她一边不愿意接受这样赤裸裸的现实 另一边也在很矛盾地追求真相 最终在巨大的压力下病倒了 看着生病的妻子 张一心存愧疚 坦白了自己被孙文文陷害 被对方索取了一大笔钱 得知老公是被人算计 张一觉得丈夫还是爱家庭爱自己 并将所有的事情一笔勾销 但赤裸裸的现实还是给了她当头一棒 她发现刚认识不久 又跟自己多次探讨婚姻 帮助自己调查小三的杨燕 竟然是丈夫出轨的对象 而且两人在一起也差不多10个月的时间了 之后从崩溃到平静的张一 选择接受现实 默默地对他们展开报复的计划 将装有监视器的礼物送给杨燕 为的就是找到他们出轨的证据 然后张一开始接触杨燕的儿子王禄 当事情终于兜不住的时候 张鑫开始为自己出轨找各种理由 而杨燕并没有放弃继续朝自己的目的前行 可是他们都低估了一个女人冷静分析后做出的决定 杨燕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她的目的就是为自己的儿子找一个父亲 但却找到了一个有家庭的人 当杨燕把张鑫带到儿子的面前时 王禄惊呆了 因为他跟张一一起打球的时候 张一曾给他看过他们一家三口的照片 瞬间王禄明白了眼前的男人是有家庭的人 而自己的母亲就是最让人讨厌的小三 杨燕完美母亲的形象在儿子面前倒塌 她最终的美好目标破碎 而张一也跟张鑫离婚 过上了属于自己的生活 之所以观众会觉得这部剧好看的原因 是因为这部剧的结局给我们树立了正确的观念 杨燕是个心里扭曲的女人 她经历了一段失败且痛苦的婚姻 当她看到别人家的家庭幸福时 嫉妒的她想要将别人的幸福账为己有 还对张一步步紧逼 但还是为自己的错误行为负责任 最终杨燕毫无尊严地带着儿子离开了 而张鑫一个背叛家庭跟爱情的男人 亲手毁掉了自己的幸福 以及刚刚创立起来的事业 张一从最初那个懦弱不堪 接受现实的女人 逐渐成为了有担当冷静的女人 最后不带一丝留恋 潇洒地走开了 甚至是在愤怒边缘的张一 也给杨燕在儿子面前留下了尊严 没有放出她跟张鑫做出龌龊的事情 所以最后张一也依然保存着内心的善良 也让我们看到了女性的坚强勇敢跟善良 这就是白色月光所表达的正确观念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